第206集 追了上来 先生 等等 出生的正是杜云烟母女 夜晨听到声音 脚步停了下来 扫了一眼两人皱眉道 有事儿 杜云烟的母亲走到夜晨面前 抱歉道 先生 刚才飞机上的事情实在不好意思 我向您道歉 还有 多谢先生这次出手相救 如果没有您 我可能早就出事了 态度极其地恭敬 夜晨摇摇头直接道 我不是在救你 如果你出事会打扰我休息 还有我不想飞机迫降 会耽误我的时间 夜晨的语气就是这么果决 母女表情有些古怪 谁能想到 对方出手竟然是为了不耽误时间 但是他们也知道 高人没有一个脾气是好的 杜云烟的母亲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先生 您应该是第一次来京城吧 这次打算去哪里 我和云烟都是京城人 应该能帮到你一些 而且 我们的车就停在行站楼下面 可以送您去 夜晨本想拒绝 但是想了想 人生地不熟 有人处理一些事 对他来说是好事 于是他直接道 送我去京城师范大学附近最好的酒店 你真的要去京城师范大学 一直没有说话的杜云烟好奇道 不知道为什么 他看夜晨的眼神有些莫名的巨异 杜云烟的母亲笑了笑 先生 正好 云烟就是京城师范大学的学生 不过 那学校附近可没什么好的酒店 都是一些便宜的快捷宾馆 因为啊 京城师范大学修建了新校区 周围一些建设还没有到位 许多楼盘还在建 嗯 要不这样吧 我们在京城师范大学两公里的位置 有一处小别墅 今天晚上先生就凑合一晚 明天我帮您问问 教室公寓那边有没有房子出租 夜晨也不矫情 点头道 好 半个小时之后 一辆宝马X5 驶入了一处别墅区 环境很是幽静 别墅应该刚交付不久 看起来很新 两人领着夜晨进入了别墅 一个中年男子正在看报纸 听到动静 头也没抬到 云烟 在江南省玩得怎么样 开心吗 说话的正是杜云烟的父亲 杜振国 杜振国早年是华夏体制内的一员 97年下海经商 从事医药行业 财富爆炸式增长 有一家上市企业 家境殷实 在京城也算是上流人物 随后他放下报纸 当看到有一个陌生男子 也出现在了客厅 眉头微微一皱问道 这位小兄弟是杜母连忙解释道 郑国 这位是叶先生 今天在飞机上多亏了叶先生 不然啊 你就见不到我了 叶先生 这次要去京城师范大学 因为第一次来京城 我就安排叶先生 在我们家住一晚 反正还有很多空房间 随后更是将飞机上的事情 说了一遍 杜振国越听越玄乎 他从事医药行业 见过的事情 远比两个女人多得多 这种诡异的事情 他压根不信 他自己老婆生什么病 他是最清楚的 药都是他提供的 怎么可能别人 随随便便一指就好了呢 他第一反应是 两个女人被骗了 毕竟女人头发长 见识短 两人性格也都很单纯 关键的陌生的小子 居然是冲着 京城师范大学去的 说不定要不见了 都是对方一手安排的 无非就是为了得到 他的女儿好感 以及一些家产 这种人他见到的多了 不思进取 歪门邪道 想清楚一切 杜振国开口道 今天晚上 家里要来几个客人 客房可能都安排满了 要不这样 我让小杨 给这位小兄弟 订个酒店吧 总统套房 杜云烟和母亲一正 表情很是难看 杜母的语气 有些不悦道 郑国 叶先生这边 我已经答应了 要不 你让那些朋友 住酒店去 杜云烟也是道 爸 明天我和叶先生 刚好顺路 我在车上 已经说好 要开车 带他去京城师范大学 听到两个女人 竟然为一个外人说话 杜振国冷哼一声 这个家我做主 就这样 全集 他拨通了手里的电话 小杨 帮我在威尔斯酒店 订一个总统套房 然后开车 来我这儿接一个人 自始至终 叶辰一直冷眼看着 杜振国眼眸中的不信任 以及冷漠 他都看着 他觉得有些可笑 杜振国挂掉了电话 站了起来 掏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叶辰 小兄弟 大概二十分钟后 会有车来接你 还有 既然你救了我的夫人 这张卡请你收下 也就五十万而已 密码六个零 不送 虽然听起来很客气 但是驱逐之意 很是明显 叶辰冷哼一声 手臂一拍 直接将那张卡 拍在了地上 同时 杜振国感觉到 一道气浪袭来 身子更是后退了五六步 差点摔在地上 很是难受 这点钱我还看不上 我不打扰 告辞 说完 叶辰就向着外面走去 大门直接关上 爸 你太过分了 杜云烟生气到 更是追了出去 但是打开门 哪还有叶辰的身影啊 杜牧看了一眼 杜振国 哀叹一声 振国 我这次真是瞎了眼了 刚才叶先生在 我有些事没有和你明说 你赶走的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人 你知不知道 杜振国冷笑道 你们两个女人会看个屁人 什么时候被骗了都不知道 我在商场沉浮这么多年 对方带着什么目的来这里 我一清二楚 刚才我对那小子的态度 还是客气的 如果被我抓到证据 知道这一切事情 都是这小子策划的 我肯定他们玩死这小子 杜云烟折回身来 叶辰已经追不到了 他在外面转了一圈都没发现 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自己的父亲道 爸 有件事你和妈都不知道 在妈昏迷的时候 有空警想要对叶先生出手 而叶先生 整个过程只拿出一本证书 那空警 态度就三百六十都转变了 那本证书 我隐晕之间看到了两个字 哪两个字 两人都好奇了几分 杜云烟用颤抖的声音 缓缓吐出 少将 听到这两个字 不光杜振国懵了 就连杜母也是懵了 两人的表情诡异到了极致 整个别墅大厅 更是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开什么玩笑 华夏哪有这么年轻 踏上这位置的存在呀 突然杜振国笑了起来 笑得有些癫狂 云烟不是我说你 你好歹也是一个大学生 还真信了 这一看就是本假证啊 还好这小子跑得快 不然伪造这种假证 可是死罪 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杜云烟喃喃的道 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 杜振国冷哼一声 以为叶尘又回来了 直接怒气冲冲的起身去开门 臭小子你到底有没有玩 信不信我报警吧你 门打开了 声音突然戛然而止 因为此刻在杜振国面前的 不是被赶走的叶尘 而是两个特殊气息的青年 关键门外还停着一辆 军绿色的车 杜振国咽了咽口水 完全被这一幕吓住了 杜云烟和他的母亲 察觉到不对劲 也向着门口看去 下一秒 两人瞪大了眼睛 宛若雕塑 傻傻地愣在原地 杜云烟甚至在想 难道叶尘做假证的事情 被发现了 这效率也太快了吧 两位 你们这是 其中一位跨出一步 认真道 你好 我们是来接领导的 此话一出 直接在杜家三人心中 掀起了惊涛海浪 难不成那小子 真的是那身份 不会吧 证书可以是假的 但是面前的这两人和车 不可能是假的呀 杜振国倒吸了一口凉气 好奇道 你们说的那人 不会姓叶吧 对 此话一出 杜振国双脚一软 差点摔在地上 一想到自己刚才 对那叶尘的语气 他恨不得抽自己一个耳光 他在里面吗 其中一人皱了皱眉头道 杜振国后背已然全部湿透 他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颤抖着声音道 他 他刚走 两人眸子一宁 直接向着车子而去 下一秒 车子直接驶离 雷厉风行 京城师范大学正门 叶尘看着门口的巨石 巨石之上刻着几个烫金大字 这里和别墅距离不太远 正常步行十分钟左右 这里会是囚禁父母地方的入口 我怎么感觉不像呢 叶尘喃喃了几句 直接向着里面而去 一路上 他一直在留意 整个学校的摆设和布局 企图看出学校里面 隐藏着的某种阵法 而阵眼所在 就是那地方的入口 但是逛遍了整个学校 他都没有丝毫的发现 向城东应该不可能骗我 难道是因为一个月的时间还没到 算了 等那地方开启时 试试再说 叶尘摇了摇头 便准备向着学校外面而去 感谢观看